又到月末了 兄弟们 你们喜欢的主播又来画饼了 没错 老夫子还差400分 就能拿鸟镖了 这一把对面国父女娃 我们这边只有我拿的战力 压力很大 对线刘邦其实是很好打的 他给不到我什么压力 前期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育 结果刚清第二波线的时候 女娃来了 本来没一大回事 我有二有闪都妙不成 结果女娃落地一个晕 刘邦再补一个晕 女娃击退一下 凯再击退一下 我他妈直接就被秒了 闪现都按不出来 现在打野来的是真快啊 对抗落轻第二波线就得开出警示 好在啊 对面后续就没怎么针对我了 跟刘邦对线也没什么压力 还是在四分钟之前就做出了电刀 有电刀后的老夫子伤害是非常高的 现在我伤害已经足以单杀刘邦了 刘邦还是依然没把我当回事 还是打算像前两波一样抢线 然后找机会传达支援队友 那他死了 A小兵叠四个能量去找刘邦 他传达一几能打断 不要直接叫大捆 先敲他一波 打掉他一部分血量 打残后再捆 这样就不用担心大刀结束后商业不够了 直接拿下刘邦 这一波有大有伞 可以支援打一波 有传统话直接传 节省赶路的时间 刘邦正好撞了过来 可以留 拿过来大招捆住 先能敲谁就敲谁 有红路了 但第二阶离很远 所以继续敲刘邦 先把刘邦拿下 上完刘邦还是满状态继续打 敲了一会发现不得劲 队友都炸了 闪下拉开直接走 对面要追我的话就入不了野区 压不了塔 对面最终选择放弃追我 那直接回家 敌人杰压下 留下在中 点击就一个 可以操作 不要直接上 先A小兵叠能量 开二的敌人杰A也会点能量 拉敌人杰直接绑 不断断步平A 二好了开二 一好了拉敌人杰 再吃药 极限起让 反上敌人杰 这波有一点不自信都打不过敌人杰 七分钟这波刘邦一人深入带线 很自信嘛 他已经死了 过来找他 一将把他拉回来A 先不要焦大 留着打断牛帮大招 等到一将cd好的大招再捆 有队友伤害肯定够 始终留一个控制防止他传走 在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头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一共就杀了五个 可以说是非常逆风了 对面越打了 在塔前先捆住一个 配合塔的伤害先带走一个再说 对面压过来了 先别A了 二好了开二A一波 把流畅拉回来让他吃大伤 有二继续顶上去 二结束了该走了 最后队友发起商标邀请 妈的这鸟标可真难拿呀 打到现在对面九个塔愣是一个都没掉鞋 对面暂时没管上线 赶紧过来把上线清了 兵线已经进塔 直接推塔 现在大逆风局 哪怕防御塔一换一也是赚的 来人了 别管人 直接推塔 牵制三人 给队友争取了发育时间 同时换掉防御塔 给队友带来了经济 逆风局老夫子出来牵制 总比在塔下坐牢要好 在我复活的时候又打起来了 对面一换二换还要继续追 这样子越他 唯一是在给我们机会 复活先收掉残杰砍 然后大神把刘邦留在塔下 对面女娃扛打扛死 刘邦后续再被我收掉 这一步我直接打下两个人头 对面肯定想不到 这一波越他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被翻盘 对面都在复活 有兵线推到对面中一塔 再开掉黑暗暴君 至此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面随后想抱团拿主宰 经济军事 我们还有暴君 这波团批什么不打 不要直接找对面c 先跟a的到人点了呀 有轰动了之后 再找对面c位 开外紧上去 拉几人家 再开第二个 敌人家直接链开 对面是有这波一点伤害都没打出来 环战肯定是要炸的 大招在留住流伤 最后收掉流伤 现在优势方已经变成我们了 等羁绊结束过来开主宰 A到四个能量后去看视野 有闪可以留想强龙的人 正好发现对面的女娲 发信号 然后大闪开女娲 虽然现在三人激活我 但我有苍穹 根本不可能扛死 有八想要给他打断 直接拿下两人 再干掉想断线的砍 趁对面少人的期间压水晶 打他们一个连续掉点 最后 直接一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